桶子鸡整只烤原汁原味 一只大约三斤重 业者说竞价涨了 但是他们售价不敢涨 平均一只鸡已经涨到60至70块 一只鸡涨了六七十块 串烤的鸡翅这类经过分解的鸡肉 一斤也涨了十块钱 过年那时候就开始推货了 然后我们的产生就跟我们说 会做调长 原本白肉鸡 雏鸡一周生产五百万只 降到了四百六十万只 饲养的周期也从八周拉长到十周 除鸡每只三十六元是历史新高 鸡肉可能成为蛋黄的下一波 乡下人家因为养鸡 不用抢买鸡蛋 开心的说 每天母鸡都会下蛋 吃不完还能够分送左邻右舍 云林的黄老先生养了七八只的鸡 每天都有新鲜的鸡蛋 这情况跟艺人唐志伟一样 你怎么开心 你怎么没进去 唐志伟时常PO出了鸡蛋的生态 他从前年就开始养鸡 最近有朋友会问是否愿意卖 这个时机点鸡蛋富翁的身份 看来超奢侈的 不过不是家家户户都能够养鸡 走进市场询问 有店家还有鸡蛋 有的已经卖完 红海创办人郭台鸣炮轰 蔡政府缺淡议题却被发现 用林农场跟品牌合作的鸡蛋 一盒十二颗要卖两百二十八元 我想身为一位供应者 他一定非常的了解 那么既然他都了解的话 他可以卖出降价格的鸡蛋 但是他却要把这样的争议 拿出来无限上钢 我觉得有失功云 但农指出 饲料涨价 鸡蛋肿源短缺 还有禽流感 等等问题都造成了成本上涨 希望不要动涨淡价 价格就交给市场自由机制 TVS新闻综合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